还不行是吧 要不就能雅阁 没工夫给你费时间 我说你这是什么态度啊 你要不想陪你就直说 我不想陪我上这节目干嘛 你怕我讹你呗 刚上来就跟人家主持人说 我不懂车 让人家给你把把关 你不就那意思吗 把钱打给他不就晚上了吗 就你不删好了 我其实 还把钱打给我 还把钱打给我 你看看他的态度 你看看 这不还是说我讹他吗 大家好 我是晋晋 这一期节目比较特殊 因为我们的这两个嘉宾 既不是夫妻 也不是兄妹 也不是朋友 也是第一次认识 对吧 可能是因为一次交同事 那你们谁来说说呀 顺便满足一下我们的好奇心 其实这算没什么 就我那天一不小心了 我就把他车里撞了 然后现在不得陪人一辆吗 你说得挺轻松啊 我那车都撞包废了 多危险啊 行了你 那为什么没有让保险赔呢 你的车没有让保险呢 这事说起来怪我 就保险过期了 我忘去了 忘了 对 这个就不算了 所以现在我就不想磨叽了 我就说直接买一辆赔人家得了 哦 那你们谁来说一说 现在就是对买车的要求呢 这不得人家说吗 我就一个要求 跟我之前那车价格差不多就行 我那车当时半齐了 差不多20万左右 行 那咱们要来去看看车吧 行 我今天给你们推荐的呢 也是两辆车 一辆是Malbo XL535T瑞兰版 然后另外这个呢是雅阁230 Turbo舒适版 所以我们可以看一看 那你看一看 你挑一个 然后就买了 嗯 那我可得好好挑挑的 嗯 可以好好看看 嗯 另外呢你有没有觉得这两辆车 长的吧 它还有一点相似感 相似感 对 你看车头 他们用的全都是细长条的大灯 嗯 对吧 然后底下中网用的都是现在比较流行的 大嘴式的这个中网 哎 你觉得呢 啊 我觉得这颜色挺好看的 这车 蓝色是吧 哎 但这事啊 主要是要看它 我不第一次碰人这事吗 就想请你啊 帮忙把把关 嗯 明白 所以主要还是看它 你觉得怎么样 这俩车 看起来其实差不多 但是其实是两种风格 我感觉 嗯 这没错 我觉得 还是那个蓝色的车比较适合我 其实雅阁它线条就更硬朗一点的那种 嗯 而且它造型看上去会有一点点关车的感觉 然后Mira XL呢 它是不一样 它的现在就是更柔和更流行性一点 对 这两辆车如果你去细看风格的话 还是会发现有区别 那这俩车的排气都属于藏在里面那种吗 对呀 就是现在这种隐藏式排气还是比较流行的 而且你发现没有 他们两个车的这个尾翼也全都是用的这个小鸭尾头设计 对吧 但是我觉得这美国车应该挺废油的吧 要不我们还是先看看雅阁吧 可以先看雅阁啊 不然其实美国车费油的事情是很早以前了 现在基本上都是鲜囊简单 咱不拿白色 他想看雅阁就带他先看雅阁吧 那你们俩都发挂了我们就先看雅阁吧 这辆车呢就是配置稍微差了点 但你说好在它还是有真皮座椅 而且它中国平是7寸的 它可以连蓝牙 所以你说论实用吧 反正它够用了 配置还是低了点 是低了点 但是你说它当时要是撞的你是一辆30万的车 是不是咱们现在看的车肯定配成了 不是 反正你说配置高啊低啊这件事呢 不能这么说 就是你主要还是看你自己的实际情况 对啊 就是你们当时不是说好了吗 就是预算20万对吧 得要一辆合资轿车 还不能太小了 那就是只能是中型车 那这个价位比较靠谱的中型车的话 配置其实都差不多这样 主要我以为本田的车配置应该挺高的呀 所以是你以为的呗 不是 其实本田它的优势不是在配置上 而是在发动机上 是吧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 就是买本田是买发动机送车 而且我觉得就这车的价格 它跟你之前那是一样的 你之前那辆是13年的速派是吧 对 当时买的是1.8T的明示 其实我之前给你推荐的时候我对比过 对 就你如果真的说配置的话 这辆车的配置比你速派还要强一点 是吧 对 它有一些比较实用的功能 比如说像自动空调 还有无料的启动 都有这辆车 那这车的座椅是手动的还是电动的呀 座椅是手动的 手动的呀 对 如果你真的想要一个电动的话 你可以多花一个1万多块钱 然后去买一个高配的 1万多 干我干嘛呀你 哎 咱当时可说好了啊 就按你之前那车的价格来 现在要花多花1万块钱是吧 不是那意思 怪我 我觉得是我不应该提这件事 对不对 反正如果你真的觉得这车配置低 那咱就看看那辆行吗 可以啊 那辆 那辆还不如压格呢 不是你现在说这个是不是有一点为时过早 万一一会儿看了之后打脸了呢 什么 不可能 不可能 这车配置比雅各高啊 对啊 不会吧 这没有什么不会的吧 就是你刚刚那辆车你不是想要电动座椅调节吗 这辆车它有 然后这儿还有一个座椅加热 我想问一下这车的价格它不会超吧 没有超啊 这辆车价格都没有超 我明白你的意思 就是那辆雅各它裸车价格是179,800 这辆车裸车是174,900 对 其实这辆车价格还稍微低一点 两辆车它办起来都是20万出头左右 那也就是说这车配置高了 然后反倒便宜了是吧 这不符合常理吧 不是这个倒没有说什么符不符合常理 反正车情况也就是这个样子了 对吧 我觉得你还挺有意思 其实人家车做了个性价比 你还不乐意什么 想要再加点钱 那不是你套钱 这辆车你说论使用性的配置 它还有像倒深影像 然后还有无药进入 上面还有一个全景天窗 可以看一下这个尺寸 对 那挺好的 而且那个中控屏感觉也比雅阁稍微大点 对 它尺寸是大一寸 而且这个是触屏的 对 像这辆车它还有那个4G的WiFi 你就可以去连 系统它是支持OTA 所以不用手动更新 它自动可以去更新 而且它有那个CarPlay和CarLife 所以你手机想怎么用怎么连都行 怎么样啊 我感觉你还挺感兴趣的 而且听着感觉好像这车比雅阁好 要不我就订这辆 不着急 看看就决定了 买个车怎么这么默契 那我不得好好看看吗 这样啊 你能如果现在对这辆车还有什么问题 问我 好吧 我现在立马给你们解答 我看那方向盘上那个按键挺简单的 好用吗 其实吧 它比雅阁还强点 就是刚刚雅阁这票根本就是没有的 对吧 如果不用的话 其实还是比较好用的 昨天我找不到那个控制音量的按键 音量的按键 有啊 在背面 背面啊 对 就是右边你看这背面这儿就是音量调节 然后左边它是可以去切割 还有切频道 这还挺奇怪的 哎 这方向盘后面不应该是那个换档的拨片吗 其实有的车它确实是拨片 但这辆车它根本用不到 因为它是CVT的变速器 所以拨片没有用 哎 但是我觉得你还挺懂 就是很多人都不知道拨片的这个事情 其实我也不太懂 就我之前那车有 所以我就知道这事儿 我觉得这设计好隐蔽 是有点隐蔽 但是只要你运动顺手了 应该是没问题的 这个设计它挺新颖的 很多车它都没有 确实 我特别感兴趣 因为毕竟雅阁经常听别人说 但是我觉得这车配置比雅阁要好 然后空间也挺大的 要不咱定这个 对了 你不是说雅阁那发动机好吗 要不咱们上路去试一下那发动机吧 可以试 那赶紧吧 试一下 这车动力怎么样了 这辆是1.5T的发动机 那还不如我之前那辆车呢 但你也不能这么比 你那都是什么时候的车了 而且你那车除了排量大一点 是吧 马力其实还不如这辆车 这辆车它其实还可以加92的油 你那1.8T根本不敢加 倒也是 那你身材一下我看看吧 我给你切一个S档 好 怎么样 是不是觉得其实这1.5T还是可以的 还行 跟我那车差不多 但是这辆车罢了 它比你那辆车还是少的油 是吗 对 怎么着 买这个 还是感觉配置差点 那雪佛兰配置高 你要不就是那个 那去试试吧 反正我今天也没什么事 您还真不客气 我还真没什么好客气的 那咱们就去看看那辆车 行 行 这车是1.8T的还是1.5T的 1.3T的三缸 1.3T的还三缸 对啊 还不行是吧 要不就那雅阁 没工夫给你费时间 我说你这什么态度啊 从一开始你就不全然那劲 我问问怎么了 我买车是不是得问明白了 你要不想陪你就直说 我不想陪我上这节目干嘛 你怕我讹你呗 刚上来就跟人家主持人说 我不懂车 让人家给你把把关 你不就那意思吗 讹没讹你自己心里清楚啊 我怎么讹你了 这话你给我说清楚了 你别直我 不是你们俩怎么突然又吵起来了呢 明明没有那么复杂嘛对不对 他太磨叽了 就这点破事啊 他费半天劲 我理解你 你是想快速的把这件事解决对吧 对啊 但是我觉得也很奇怪 你说你要着急的话 你干嘛不当时 就直接把钱打给他 就完事了吗 就你们删好吗 哎呀我其实 还把钱打给我 还把钱打给我 你看看他的态度 你看看 这不还是说我讹他吗 真没觉得讹他这件事 但你说正常人的思维吧 反正就借着这个机会 想换一辆更好的车 倒是正常的 你说谁想撞车呀 我好好一辆车被他给撞坏了 我要求他赔一辆一样价钱的 有问题吗 哎哟 哎这事听着是没什么问题 哎问题是你那车啊 它是新车吗 你开多久呢 它值20万吗 那你要不同意的话 可以商量啊 你当初答应干嘛呀 商量 哎我跟你说 我刚开始上节目 是我是想跟你商量商量 就看你啊 你挑那20万的车 那费劲的样子 我这越商量这钱可能就越多 我现在想明白了 我既然撞了你的车 把你车里撞报废了 我这保险呀 我又过期了 我认了 行吧 我现在就把这钱我赔给你 我补偿给你 不是 我觉得啊 姑娘虽然脾气了 确实急了点啊 就不要那么急 但是就是别人赔偿 这个算是有诚意了 车该扣扣了 罚款也该交了 对吧 然后既然你提出来 要按照新车的价格赔偿 别人反正答应了 这是一个解决事情的这种态度 不是 不是 你们俩搞得我好像是挺不讲理的 那我好像一辆车被撞坏了 没有没有 你理解错了 我其实我站在你的立场上 我能理解 你说你这个钱你要要少的话 肯定又觉得自己吃亏了 对不对 毕竟你是受害方 但是呢 你要是要多了的话 难免又会觉得 就让人家觉得吧 就感觉跟这样的便宜 是不是 行行 这事咱不说了 我不答应赔你一辆二十万的车吗 我现在肯定会赔给你 咱就把这事赶紧解决 行吗 行行行 我知道 那这样吧 咱们现在 要不然继续开这辆车 现在不就是说回车的事吗 咱们就接着开始上路聊呗 可以 你现在就是纠结这个1.3T三缸的问题 对啊 你是怕那个发动机抖动的问题 然后觉得动力可能不行 可不嘛 你说这么大一车 用1.3T三缸的发动机能行吗 不是 反正我先不跟你说这个行不行 我就先跟你说抖动的这个问题 三缸 就你们再吵架那会儿 我发动机一直没熄火 你觉得有很严重的抖动问题吗 这个 倒没感觉到 确实 对吧 所以这个我觉得你没必要那么担心 然后另外你就说动力 动力我要跟你说的是 这台车其实比你那个4缸的1.8T速拍 还多的无买力行吗 不可能吧 你看 现在呢 现在你觉得可能了吗 这是三缸 对啊 这就是三缸1.3T 这台车最大马力是65 然后最大扭矩是240牛米 而且它用的是CVT的变速器 所以开起来感觉也是比较顺的 感觉提速挺快的呀 但是就是这个噪音稍微大了点 噪音的话 确实刚加速的时候它泡动机噪音会有一些点明显 嗯 因为我之前没有试过这车嘛 然后但是我今天试完这车 我觉得至少这个1.3T三缸这个事我不担心了 那你还在担心什么呢 其实我觉得啊就是现在都已经实行国六了 嗯 以后三缸车一定是越来越多 所以你现在买的不是早不早想想什么 嗯 那这个车和雅阁比起来哪个油耗更低啊 油耗的话其实两辆车是差不多 但如果你非要比的话应该是这辆车道更低一点点 是吧 具体的你可以去往上查一下就是一些真实车主的油耗数据 对比一下 行 那我心里有数了 你看这两天有没有时间 提车便 嗯 看你时间呗 行 那咱们就算解决了 对 行吧 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结束了 如果大家还有关于买车的问题 我觉得也可以告诉我 另外我觉得你们可以猜一下 最后会买什么 你刚说 那我们就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